黑色酒旅車於天開上建國高架 但沒想到這段畫面卻成了他最後身影 因為前後不到10分鐘 駕駛受困車內 競銷到場把他從車上拉了出來 雖然他頭部只有撕裂傷 但疑似胸口受到強烈撞擊 送一搶救後 仍宣告不至 黑色酒旅車車頭全毀 前擋風玻璃裂船蜘蛛網撞 後擋風布裡也有三處不明孔洞 警方懷疑不單純找見識人員比對 一度懷疑死者在生前在高架上 有盡速被砸車甚至招人開槍 但警方查出真相 撞擊的部分 應該是隨便噴灰所至 但要進一步我們要請見識中心 警方調查死者生前與妻子 參加慶生派對 但兩人吵架後 死者氣得離開 沿途還跟妻子講電話爭執 結果從南京東路開不到兩公里 自撞身亡 而不只在台北市 新北市新莊下午也有名騎士 雨天騎車 結果疑似因為視線不良 撞上電線桿 當場人車噴飛 頭部重創送醫後 人回天乏術 一個晚上車禍連連 記者謝文翔 吳欣倫在台報道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